王主云君因为种种的争议,因为平平的是非,最近的李成和发冰冰,则似乎低调了许多,比如,此前的二人,会时不时的秀秀恩爱,但如今则没有了。 而前,李成专注的在美国拍戏,此前也通过粉丝团否认了即将结婚的消息,这样的二人,的确是有点不太习惯的,因为二人真的是太低调了,低调到城阿里的感觉,这样的两个人,的确没那么熟悉了。 不过,在这样的时刻,或许,低调也是最好的一种应对方式了,此前,凤姐等殖民的大V都爆料一点,那就是,半冰冰与李成已经分手了,而张欣与子结婚了,很多人将这联系在一起解读,似乎也是很有对比的,但客观的说,这样的对比,一点意思都没有,因为,如今的这些人, 其实是不想干的人了,不过,吃瓜群众从中寻找一些乐趣,似乎也可以理解,因为,这就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,不过,李成与范冰冰二人分手了,这是真的吗?相信这是许多人很好奇的一件事情,答案,显然是否定的,那就是,最近有网友爆料,范冰冰去美国了,当然,不是因为别的事情, 而是为了探班李成,这样的一件事情,的确是值得解读的,而这最起码也证明一点,那就是,二人并没有分手,此前的种种传言,则可以演气息鼓了,不然的话,但范冰冰的确没有必要去探班了,既然来了,说明二人的关系与感情,应该还,是很冷定的, 最起码,还没有到外界预测的那种地步,这一点,无庸置疑,与此同时,两个细节,也是值得解读的,第一个细节是,李成拉着范冰冰的手一起走,这样的细节,证明了李成对范冰冰的关爱,本来,作为谈了很多年的情侣,二人算是老夫老妻了, 这样的细节本来是可以不用的,但李成还是做出来了,说明其心里有一范冰冰,而在二人一起面对面站着的时候,范冰冰又帮李成整理着衣帽,这样的细节,同样证明一点,范冰冰的心里,也是有李成的,这样一来,现实便也很清楚了,那就是,二人在彼此的心目中,都有有很重要的位置的,范冰冰李成已分手, 范冰冰去探班,这两个动作证明二人的真实关系,那就是,二人的关系还是很好的,至于别有用心的各种猜测与推断,这是一点价值与意义都没有的,毕竟,真这样的感情,从来都是听得起考验的,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